全球新冠疫苗研发 随着23起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出炉 纷纷传出解报 未来渴望透过大规模的施打 达到群体免疫 根据国外最新研究显示 以开发国家预估将会在明年的第四季 疫苗覆盖率达到至少七成 获得群体免疫 但国内医师认为 各国达成的目标时间点恐怕都不相同 除了要看政府的采购积极度 民众的接种意愿高不高 也是影响因素 而如果说发生了不良反应事件的话 相关的疑虑万一持续的发酵 反而会导致接种率一路下滑 全球新冠疫苗研发 随着23起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出炉 纷纷传出解报 未来透过大规模施打 渴望达到群体免疫 但国内医师认为 各国达成的目标时间点恐怕都不相同 除了要看政府采购积极度 民众接种意愿高不高 也是影响因素 欧美会先达到群体免疫 因为他们会先打疫苗 而且他们的覆盖率会比较高 那其他第三世界或者是亚洲 可能就会比较慢 国外最新研究指出 假设进度最快的辉瑞莫德纳 以及牛津疫苗 未来两个月内 能获得紧急使用授权 目前已开发国家 包含欧美澳洲日本等地 已经预定疫苗总量的8成5 因此推估在明年二三季 渴望分发施打 预估在第四季 疫苗覆盖率将达到至少七成 取得群体免疫 但有医师分析 如果未来新冠疫苗 同样出现不良反应事件 相关疑虑万一持续发酵 反而会导致接种率一路撒滑 尽管新冠疫苗研发颇有进展 但专家提醒 由于疫苗运送制造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做工正有效分配 加上许多研究数据尚未明朗 在有效疫苗问世之前 还是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病毒入侵 记得中文报道